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四百二十八集 五分钟后 张凡四人便来到了谢古强的家里 见张凡几人回来 谢古强和他老婆都是急忙地迎了过来 哼 几位先生回来了 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 张凡回了一声 而后便带着三人往过道屋的方向走 当众人到了有光亮的地方 他们的容貌也是映入了谢古强夫妇两人的眼帘 谢古强的心头狠狠地一沉 下意识后退了数步 看向鲜血淋漓方言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恐惧 谢古强的老婆则被吓得惊叫了一声 一屁股跌倒在地 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户人家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呢 哎 别怕 他就是受伤了 不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张凡笑着解释 闻言 谢古强和他老婆这才放下心来 随后恢复了一些的谢古强 才把跌坐在地的老婆给扶了起来 张凡先去东屋看了一眼谢古强的父亲和女儿 他父亲的脸色已经变得越来越好 而他的女儿的脸色则变得越来越差了 这都属于正常的现象 你父亲和你女儿都没事 只要按照咱们原本的计划进行就可以了 哎 张先生啊 您四位住西武 被子什么的都给几位已经铺好了 不过不知道这位先生要过来 我让我老婆再从家里拿一床被子去 算了 不用了 我们几个稍微凑合凑合吧 张凡摆了摆手 方言也是急忙跟了一句 哎 对对对 我们凑合凑合就成了 那 那好吧 西国强也不再强求 随后张凡几人便去了西武 西武虽然不是狠心 但是却被西国强老婆收拾得颇为干净利落 而且那些被子也都是被洗得干干净净的 方言看了看他的样子都不知道该坐到哪个位置 看着身上这密密麻麻的伤口 心中也不由生出了一丝沮丧来 虽然他并不暧昧 但是谁又愿意自己的身上满满都是伤疤呢 他呀 才不过四十多岁而已 方言 想不想把这一身伤疤给去掉啊 忽然听到张凡这话 方言微微一正 而后苦笑道 当然想了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 我这血肉可是直接崩开的呀 你躺在那边的木板上吧 闻言 方言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不解来 我来帮你把你那些伤疤都给去掉 你 你能去掉我这些伤疤 躺过去吧 张凡再次指了指屋子里搭在凳子上面的一张木板 农村里面怕粮食返潮都会在凳子上搭上长木板 然后把粮食放在上面 方言知晓张凡懂医术 也知道张凡在医术上面的造诣是很深的 纵然如此 方言还是有些不相信 张凡能把他这些均烈的口子给治好 虽然不信 但是看到张凡淡定的模样 方言还是躺在了那些木板之上 这万一张凡能成功呢 他躺下后把身上衣服给脱了 露出了被血痂裹满的身子 张凡打愣了一眼 而后从包里面把银针拿出来 以行云流水的手段再次布起了千奇症 这阵法正好可以治疗方言的伤势 当张凡的千奇症布置到一半的时候 方言知道张凡所布的乃是可以调动生气 让血肉神经重新生长的千奇症 他真是没想到 张凡居然会布置如此复杂的一阵 与此同时 更是对于张凡生出了一股佩服之情来 拥有如此多的技能 并且在诸多方面都是极有天赋 前途必定是不可限量的 另外不得不说的是 张凡为人刚正正义 跟着他的人都是亏不了的 方言思索之间 张凡已经将方言身上的千奇症 给布置好了 被张凡调动起的真气 也是游走在了方言浑身的肌肤之上 只见方言身上的血夹 在那些生气的作用之下 居然是缓缓地 从方言体内自行掀了起来 血夹下面的细小伤口 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缓缓地愈合着 看着身体发生了这般惊奇的变化 方言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兴奋 整个过程大约用了十多分钟 方言身上的血夹 也是全部脱落了下来 露出了他光洁的身子 下一刻 边见方言从凳子上面跳了下来 看着自己那光洁如初的身子 方言脸上露出了一抹难以抑制的兴奋 张先生真是太谢谢您了 张帆微微摆手并没有多说什么 张先生我先去洗洗 回来咱们再聊 说完方言便跑出了西屋 他走后 欧阳老头看向张帆 不由问道 你和这个方言他不是仇人吗 现在怎么这么和谐 而且你还肯好事好力地为他治病啊 张帆看了一眼 正在院子当中 用压水井洗身体的方言 之前我处在史权人像七段的时候 不能给这方言相面 如今到了史权人像八段 可以清楚地获悉方言的命令 这方言是个可怜人 他从小无父无母 现在老婆和孩子也都死了 说到这里 张帆微微地叹息了一声 文言 欧阳老头也是跟着点头 这方言 可谓是将人能有的痛苦 都经历了一遍 大部分人 只会看着父母离自己而去 很少有人会看到 自己孩子先走一步的 更何况 方言还这么年轻呢 但是他 就已经全部都经历过了 当然 张帆可怜方言 可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个 他本以为作恶多端的方言 一定是一个杀人成魔 罪大恶极之人 其实 并非如此 从他的面向上面来看 方言的身上 居然没有背任何一条人命 当然了 如果不是张帆救了林青龄一家 那方言的身上 必定会沾上人命的 对了 小帆啊 那塑像上面的动物叫声 这怎么回事 这时候 严东忽然说话了 我只找到了两枚这个 其他的 并没有找到 张帆说着 便把那两枚拇指大小的动物塑像 拿了出来 看到这个塑像 欧阳老头瞳孔一缩 下意识地说 这 会不会 是雪灵子啊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